OdioJungle 是王汉龙开在市区城隍的第二家旧书店,早在2004年,他已在市区水亭街28号,开了第一家旧书店,水亭书社,王汉龙,浙江渠州的旧书经营者,每当有记者前来采访这位年轻店主的创业人生时,小王不好意思地笑笑,我只是爱好旧书,收藏了一些与渠州有关的地方文献资料而已,没发财,这也能算创业。 王汉龙在旧书官职,借问古籍何处有,旧书官职惹惊艳走进旧书官职书店,眼前的一切简直令人惊喜,书架上陈列了不少现装古籍,玻璃柜摆放着现装本,民国木活字小仙都学校制,白尺楼四书及瓶装秀书等,柜台上放着几落发黄书籍,店门旁几个大纸箱里面,全是残缺不全的现装古籍及文书固纸, 连走到旁的矮桌上也放着书籍,随手翻阅了几本,多识浙南,辉州,干北一代民俗文书,即是子求学,用现装书与诗词文集,同王先生一见如故,他泡了两杯绿茶,我们坐下聊起了旧书,王先生老家安徽郭阳,15岁那年上了三个月初中,因家中状况不好, 跟着在浙江渠州老街收费品的伯父,去渠州打工,临行前爷爷告诉汉龙几句话,别偷,别抢,弄上吃就吃,弄不上吃咱就回家种田。 刚到渠州时,他以剪破乱为生,也许是受伯父收费纸的影响,在古城渠州摆起了旧书摊,凭着勤奋和诚信,王汉龙收获了他的第一桶金,在接触旧书的过程中,他深感没有文化,难以在旧书界立足,更谈不上发展。 于是利用业余时间读书学习,为了了解现装古籍,他不知看了多少变毛春祥的古籍版本常谈,不明白的地方就去请教,现在早已把整本书乱在肚立了,非惜贱品不要,会把自己饿死,这些年随着收藏热的普及,古旧书的货源也渐渐稀少。 通过调查,王汉龙发现,一些常年在乡下从事旧书收购的人,一年到头在乡下跑,遇到的都是普通货,365天难得遇上一次吸贱品,汉龙决定调整自己经营旧书的路子,走乡下,去第一县,与山区的最基层收购者交朋友,达成口头协议,他们收上来的旧书固执,只要价格谈拢,不论好坏,他全部收购, 把收来的普通品评价或降价出手,这边拿货,那边出手,这叫过手就走,做十次生意,亏三次,五次宝本,赚两次就可以了,这样做的效果就是,卖书的人会想,这个人全部都要下了,下次有货,他首先想到的就是你,遇到吸贱品,他们也会给你,因为他们最赚钱的是普通货,卖书的人也会想,到就书官纸店里去, 他的书店每天都会有不少旧书进来,把普通旧书,平价或减价出去,这样堆积少不占押资金,这次虽不赚钱,但赚到的是信誉人气,如果非吸贱品不要,会把自己饿死,王汉龙说,卖吸贱虎吉时,别人问禁价,王汉龙回答,禁价,我能骗住你,但骗不了我自己, 我赚的不是你的钱,是凭自己的眼力赚钱,赚的是差价和把物品挖掘出来的辛苦钱,慢慢的,王汉龙的知名度越来越高,不少收藏爱好者和收藏家找上门来,寻找自己所需的书籍,台湾,香港,甚至海外的一些热爱旧书报人士,也成了王汉龙的常客, 最需要的才是最好的有一次,王汉龙被邀请到浙江省里开收藏品研讨会,来者都是省级会员及收藏界的大老板,在聚餐时,有某是一个收藏老板,见王汉龙衣着普通又年轻,便问,你是做什么的,我是卖旧书的,你家中最好的东西是什么,我家中没有最好的东西,你这么年轻又不是会员,被邀请来开会,家中一定有最好的物品, 最好的物品要因人而异,比如,我把一册送版书给我女儿,她会说我不要,我要奥特曼,奥特曼对她来说就是最好的东西,自己需要的东西才是最好的东西,他们的对话引来一片掌声,王汉龙对比者讲,一件东西价值一千万,成不了博物馆,一件物品价值十元,有一千件就是一个博物馆,你有价值一千万的玉器,老百姓看看,也, 仅仅是欧医生,觉得很遥远,而一张地契,老百姓见到就会很兴奋,我们家也有,他会兴致勃勃地评价这件物品怎么样,因为他们有发言权,只有知道,才能发言,那价值千万的玉器,听说都没听说过,更没见过,怎会有发言权,王汉龙说, 我走基层,收的都是乡下老百姓过去家中存下来的契约,执照,账单,宗赐学堂的书籍,最平常不过,镇堂之宝佐证,毛泽东祖居地渠州说,这男某是一位退休老领导搞民俗文化园,里面的馆藏品一半是王汉龙直接提供的,一些资历很深的人士,缺少资料也会第一时间找到王汉龙, 这些年他已先后为渠州孔氏家庙,渠州报社,渠州三彩市博物馆,长山半区格博物馆等单位和个人,收集了许多可遇不可求的古籍及资料,西河毛氏宗谱,无疑是王汉龙书斋的镇堂之宝,他证明毛泽东祖居在渠州清亮,西河毛氏宗谱除了谱系外,还保存了天窗延创修新旭,三驱舍路,饶南信江旭等, 最难能可贵的是保留了清亮旧序,靠清亮旧序的内容可知,韶山毛氏是由江西积水迁至,而江西积水毛氏,又是从渠州清亮迁至,至此,浙江渠州,江西积水,湖南韶山三点由此联系起来,毛泽东祖居地渠州说,在西河毛氏宗谱中,得到进一步佐证,西河毛氏宗谱,成了渠州最重要的文化译, 王哈龙外出打工,二十年,从当初的一个完美打工仔,变成了今天的南方城市人,更难得的是在古城渠州文化界也小有名气,虽然他家藏图书三万册,特别是渠州地区古籍资料,令人羡慕,但王哈龙常对来书电访书的朋友说, 别叫我藏书家,王老师,叫我王汉龙,小王,阿龙就行,我只是一位普通的旧书犯,来源,擦